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接着 再来学习 《大悲心托罗尼经》 这个 我昨天 学习的这一段 那么经文是在 第十三页 第三行 第二句 远离一切 诸不未顾 昨天我们 学习到这一句 那么这一句 那么这一句 在 这个 《观音宝典》 这个三种和餐 那么这一本是 也是夏连居老居士 他 当时把他编辑起来 那么这个 第一个就是 《华元经》 《普贤行愿品》 《观自在菩萨章》 大家没有经文 那么听我念就好 网路的同需 那么也请大家 注意听 昨天我们 学习到 远离一切 诸不未顾 观世音菩萨 说大悲心托罗尼众 就是为了 以诸众生得安乐固 让一切众生 能得到 究竟安乐 那么这个一句 如果我们 生活在恐怖 危惧 当中 当然也就 团不上 安乐了 那么我们现前在 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 这六道法界 这些种种的部位 可以说 无量无边 那么 《观自在菩萨章》 举出 我们现前 在 这个世间 提出 十几个例子 这提出来 这提出来 那么每一个例子 如果 把它详细说明 可以说 也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 我们学佛 一定要知道 学佛 学佛就是 要能够 得到佛法 真实的 功德利益 这个就叫 学佛 如果 在现实生活当中 解决不了我们 生活上 种种的 痛苦 种种的 困难 种种的 问题 这样 就不叫 学佛 这个叫佛学 佛学 是把 佛教经典 当作 学术 来研究 来讨论 没有把 这个佛经 里面 佛陀对我们的 教导 在现实生活当中 去学习 去落实 就是把它做到 这样就变成佛学了 佛学 佛学就是得不到 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 只能说跟佛法 结个言 结结言 得不到 真实的功德利益 所谓得不到 真实的功德利益 我们具体的讲 也就是解决不了 现实生活当中 种种的问题 种种的痛苦 种种的困难 因此 我们接触到佛教 接触到佛法 第一个 我们要先认识清楚 要先了解清楚 我要学佛还是佛学 如果佛学 大家到大学里面 在哲学系里面有佛学课 现在的佛学院 佛教大学 那是佛学 学了那个东西 你会得到文凭 佛教大学 佛学博士 佛学博士 佛教大学 佛学博士 佛学博士 学佛最主要 最大的一桩事情 就是要了生死 出三界 成佛道 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有没有学佛都不重要 那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定要学佛 向佛来学习 佛怎么教我们怎么学 才能解决得了 如果是佛学 那就是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认识清楚 另外我们学佛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佳师敬老和尚 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 阿兰问世佛吉凶经 这部经典 这部经是小圣的经典 混量不大 早期在台中联社 早期在台中联社 李师公雪如老人 他老人家讲过 佳师敬老也讲了好几遍 现在都有运出奖记来流通 那么这一部经 我们看到经题就知道了 阿兰请问本师释迦摩尼佛 他看到有人学佛呢 他的果报很好 得到吉祥如意 但是也看到很多人学佛啊 他还是凶灾很多 不如意的事情还是很多 这是一个问题 看到这个生活上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佛门里面 在现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是讲我们现前在人道 你得到善报还是得到恶报 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台湾啊 有些道场啊 提倡人间佛教 在人间 佛教在人间 当然是以人为主嘛 所谓人间佛教 大家提出来了 但是呢 并没有很具体的说明啊 人间佛教 我们学了这个人间佛教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讲现实一点啊 得到什么功德利益 在人间你能得到什么功德利益 讲阿兰问世我及兄兄兄 就是一部很具体的 你学了佛啦 人间佛教 那你学了人间佛教呢 你起码也得到人间福报 现在佛光山有一个人间福报 我有定一份啊 是我们佛教的报纸 这些佛教刊物啊 还有中国佛教会啦 这些刊物啊 我都会给他们定啊 你希望学佛得到人间福报 阿兰问世佛及兄兄兄 你可不能不学啦 不学呢 可能你是想得到人间福报 能不能得到啊 那就像了含世信讲的啦 看你命中有没有啦 命中有你能得到 命中没有你还是得不到 为什么得不到呢 不如理不如法 不如理不如法的修学 那当然得不到啊 这是我们这一次讲题讲的 如理如法 如何如理如法 祈诵大悲众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那么吉凶经给我们讲一个关键性的 佛给我们提出一个关键性的 第一句就给我们提出啊 阿兰提出这个问题 看到有一些学佛的人得到福报啦 有些人学了佛那不但福报没得到 还得到凶灾 那怎么一回事呢 不是学佛大家应该都得到福报啊 那他就没有这个疑问啦 阿兰就看到有人学了佛得到福报 有人学了佛得到凶灾 为什么会不一样 同样在学佛 那果报为什么不一样 提出这个问题 那果报不一样啊 我们从因果的理论来讲 当然个人修的因不一样嘛 所以果就不一样啊 因果必定是相应的 你看到果就知道因嘛 果不好那因一定是不好嘛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因果的一定是相应的 这是事实真相 那么佛呢第一句就讲了 从明师受见 这句是关键了 你学了佛你有没有遇到明师 这是关键 明师才能指点你一条明路 这个明是明白的明 不是明气很大那个明 我们念了 那个字要看清楚 因是一样啊 那字不一样 意思也不相同 在法院经佛有讲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佛法没有人说 纵然你有世间很高的聪明智慧 你也不能理解 那什么人才能说呢 明师明白佛法修学道理的人 他能说 如果他自己不明白 他自己学错了 他给人家指点的也一定是错的嘛 好像我不认识路 把那个错误的方向认为是对的 然后人家来问我 我也给他指了 这个路没错 但是走的是错的 走到最后呢 达不到他的目的 所以自己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给人家指点 而且乱指点 也不是说没有因果责任的 也是有因果责任的 你要附带因果责任 你害人家走错路 那你怎么可以说不负责任呢 所以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 野福禅的公案 错下一个字的转理 要过五百次野福生 那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字 关键的字也给人家讲错了 给人家误导了 他就读到五百次做野福离 后来遇到百丈禅师啊 给他开始 他才脱离野福生 就差一个字 有人问他 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他回答不落因果 他回答不落因果 不落就是没有因果了 讲错了 给人家误导了 后来读到野福离生 读了五百次 这些语导了五百次 一直到 这个 遇到 那个福离遇到百丈禅师 百丈禅师啊 在说法 那么他来了 这些语导了 变一个人来 请开示 那么他就说出他以前的身份 他以前也是禅师啊 过去世是禅师啊 很有名的禅师啊 现在都在促称道啊 做野福离 他说给人家讲错了 那么这个百丈禅师啊 就给他讲 我明天啊 上座讲开示 那你来听 你就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 我跟你讲 那第二天啊 他就来参加这个听开示 这个 他就提出这个问题 大修行人啊 还落不落英国 这个百丈禅师给他讲啊 不媚英国 媚就是我们三媚的那个媚 那个字 那个媚啊 就昏媚的媚 不媚就是说 英国有 很清楚很明白 对英国这双事情啊 清清楚楚 就是冰明白白 但是大修行人 怎么样呢 他不执着 他就是在这里 不是没有英国 有 但他不会执着 不执着 不着相 他才会超越十法界 才能录一针法界 才能录一针法界 其实啊 讲英国啊 除了长极光之外啊 十报庄严土 方便友谊土 凡圣圣同基督 十法界一针法界 都离不开英国 那回录一针法界 那回录长极光 那什么都没有啦 本体 要超越这个英国啦 所以这个英国啊 是不媚 清楚明白 但不住相 不是没有 这个很关键的 你看金刚经啊 自古以来啊 讲经的法师大德啊 《波勒经》都不太敢讲 从宋朝以后 讲的人就很少 遇到民国啊 江卫龙老基石 他在提出来啊 讲这个金刚经 所以他讲了一部 《金刚经》讲义 为什么呢 这个波勒啊 你讲错啦 错下一个字的转理 就堕落五百次做野福生 没有人敢讲 不好讲 讲了怕人家产生误会 这也是事实 所以 宋朝以后就很少人讲 但是波勒经不讲啊 这个江老基石讲的也 很有道理 你修行啊 孤臭无畏 功夫不得利 所以这个波勒啊 江老基石讲啊 现在人是怕谈波勒 浅谈波勒 还有乱谈波勒 乱讲的 应该改为啊 深谈波勒 这是关键性的 所以明师他就是明白这些道理 那么受戒 他那个戒啊 戒律的戒啊 他旁边再加一个圆字旁 圆里的圆 圆就是 以圆来劝导 劝戒 那个戒 你遇到明师 那明师给你劝戒 给你指导 给你的教戒 所以你要能遵守 你要能依教奉行 那你自然就能得到佛法 真实的功德利益 如果不能依教奉行 还是得不到 关键啊 一定要先亲近明师 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之前啊 知道啊 这个真正的是 善知是明师啊 你就不可以离开他 像我就不敢离开师父啦 因为我还没开悟啊 我听了四十几年 我还不敢 还没出师啊 不敢离开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遇到明师 给我们指点 我们也明白啦 你还没有开悟 都不敢离开 也就是换一句话说呢 遇到明师给我们指点 我们都还做不好 如果你遇到邪师 那你后果 怎么样 你可以 可想而知了 前途啊 都是堕三二道 关键啊 关键啊 先遇到明师 如果遇到邪师 你怎么用功 怎么精进 错误的啊 修到最后没结果 修到最后呢 可能还要剁三二道 那真是阎王 好心学佛啊 他的缘不好 他的因缘不好 所谓善根福德因缘啊 缺一不可啊 有这个因缘遇到了 也要有善根 他才能接受 没有善根呢 遇到明师 他不认识 人家给他 介绍他也不接受 那也没办法 他的没善根 没办法 所以四出世间法 关键都要 有善根福德因缘 才能成就 善根就是 他能理解 福德就是 他能去做到 因缘就是 有这个因缘你遇到 这是很关键的地方 现在我们 很难得啊 能够遇到 我们 敬老和尚 是 真是 我们当代的大善知识 是 真是明师 我们遇到了 我们一定要认识 认识之后啊 要能珍惜 我们要跟 他老人家学习 他的教导啊 一定要 一定要常常啊 谨记在心 业障比较重 现在做不到 就努力忏悔 慢慢来提升 这样啊 我们修学啊 这一生 才有 真正的成就 那么远离 一切 一切诸不畏固 这个不畏啊 他这里讲的也是一个 总的 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很多啦 讲不完的 那么我把这个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官智在章》啊 这个经文啊 《以这一部经》来解释这一部经 这个也是《以经解经》啦 因为这边只有一句嘛 那这边有 《官智在章》 我讲的列出很多 来解释这一句经文 这样啊 我们会更明了啊 会更具体的明白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哪些恐怖的事情 实在讲啊 我们是 人在 恐怖当中啊 不知道恐怖 那么这里 第一个就是 善男子 我修习此大悲行门 愿场救护一切众生 令离诸部 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 这是第一个部 险道 什么叫险道 很危险的道路 这样解释是没错的 危险的道路 这个险道啊 用我们现在来讲啊 可以 说是交通方面 现在这个交通啊 以前没有飞机 没有飞机 只有船跟这个路上的车 马车牛车 现在呢 加上空中的 就是 飞行的航道 现在加一个空中的 以前啊 险道啊 只有 水路跟陆路 现在加一个空中 日本叫空港 空中港口 现在险道要加一个空中的 所以现在呢 空中 有时候你会遇到险道 陆地有遇到险道 海上会遇到险道 险道就是呢 你经过那一个地方啊 有危险 有生命危险 我刚才在这个 观世音菩萨本机感令诵 翻到这个 一个公案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公案是 唐朝啊 唐三藏传 三藏取经啊 这个在中国民间啊 流传啊 很久很广 一千多年了 三藏取经啊 到现在 在中国民间啊 流传的还是很广 很多人都知道 没有学佛的人啊 一般社会的人啊 现在台湾比较少了 以前比较多 现在在大陆啊 这些 电视的联系记 又远新的西渔记啦 这个 都是三藏取经这个 公案啊 来编的 那么编的当然 跟这个 三藏传啊 记载的 是不一样的 那是他编记啊 天流加醋的 根据这个去编的 那么在三藏传啊 那么在三藏传啊 我们讲三藏传师 三藏传师很多啦 弦庄传师是我们中国的 法师 那么还有印度的 还有中东的法师 像安世高是伊朗的 现在叫伊朗啊 现在叫伊朗啊 在汉朝叫安息 安息国 是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 中东的三藏传师 纠摩罗斯是新疆啊 新疆的 新疆古代叫西裔 新疆这一代 所以三藏传师啊 这个外国籍的法师很多 那么贤庄传师是唐朝的 唐 那个时候呢 他也不叫中国 叫大唐国 因为他有每一个朝代都有他的国号 我们现在叫中国 中国呢 是国父推翻满清啊 叫中华民国 所以简单讲叫中国 现在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简单讲也叫中国 是这样讲的 那叫清朝啊 他是大清国 你看他那个铜板那个钱啊 印了大清国 我们现在那个铜板是印中华民国 清朝是印大清国 清朝是印大清国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叫中国 那外国人叫中国这个地方叫东枕淡 东枕淡 东枕淡 那么印度是在中国的西西西边 西北的地方 所以从陕西啦 新疆过去 那么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 中国的高僧到印度去 留学取经 玄庄法师 还有异境法师 也很多法师去 去了 也有很多死在路途当中 就回不来了 所以玄庄法师啊 当时交通不便 行流沙八百余旅中 那个流沙是什么呢 会流动的 你人一走过去 人啊 妈啊 整个陷下去就被埋起来了 那个叫流沙 那危险不危险 很危险 你踩到那个流沙就下去了 那这个流沙 你要避开那个流沙这样走 这样走 要很小心的走 有多长呢 八百余里 这个相当长的 相当长的一个路途 那这一段呢 有流沙 上面呢 都没有飞鸟 那个鸟都没有 看不到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一只野兽有没有看到 那看到什么呢 妖媚极佛乱落繁星 妖媚极佛就是妖魔鬼怪 那是特别多 那玄宗法师呢 看到那些呢 他不怕 也不怕跌下去呢 会被流沙 湮埋 死啦 也不怕 那种精神 我们实在是很佩服 以前啊 都是骑马 不然就要骑骆驼 经过沙漠 骆驼 我也有去骑过 我在十几年前 组了一个团啊 去新疆 从陕西啊 西北出发 我就要去看看了 以前那个法师去印度啊 走的那一条路 我们现在坐飞机 坐车就喊累啦 那个沙漠啊 河田啊 因为玄宗法师哪有经过河田 河田出产那个益 经过河田 我们 车开好几个小时哦 看都空空的 前面都空空的 一户人家也没有 但是现在有沙漠公路 做得很好 沙漠公路好像高速公路 没有什么人 也没有车 也没有休息站 开了七八个小时 也没休息站 在大陆开七八个小时 是很不算长的路程 他们一开都三天啊 五天啊 是这样开的 山东开到福建 东北开到福建来 东北开到西北 东南开到西南 那路大 所以我 2011年啊 我从北京啊 请北京的机士啊 开车 我说我们到东北 到蒙古去 坐车 到大连 然后绕一圈啊 绕回到北京啊 跑山路 跑陆地 跑了六千多公里 绕了六千多公里 那么在 那个沙漠啊 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到书这么写 没有到现场去看看啊 也感受不到 所以我去看啊 也没有休息站啊 所以上厕所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个天然厕所是最卫生的 他们那个沙漠一个坑一个洞 一个洞 那要上厕所 庄园他就不敢上 我说这位没人啊 谁会给你看 那你不上你怎么办 那也不用拿雨伞啊 也没有人啊 也不用人会去看你上厕所 偷看你上厕所 就是天然厕所啊 天然厕所啊 天然厕所啊 他也蛮干净的 他有一坑一坑嘛 你就下去方便一下 那我们就是到 咸中法师去印度 他是骑 我们是坐车很快 那骑马没那么快 而且那个沙还有流沙 都会一小心就掉下去了 我们现在坐车就 呱呱叫啦 那骑马没有坐车舒服啊 还有骑骆驼 那个马我也骑过 那个骆驼骑过 那个坐垫都硬硬的啊 坐了很久 那个屁股都节俭啊 没有现在那么舒服啊 那个硬邦邦的 所以很辛苦啊 你看啊 上吾飞鸟下吾走首 妖魅即火烂落繁星 烂落繁星就很多啦 看不完都是那些 妖魅会出现 所以这个西渔记啊 什么妖怪啦 什么牛魔王啦 什么这些 这些故事啊 就是这样编出来了 这些编故事的也蛮会编的 什么那个魔啊 要吃神装的肉啊 吃下去就长生不老 那么这些呢 玄宗法师他都不怕 那么这些法师去 印度启经啊 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因为当时啊 皇帝也不让他去 没有批准 他就偷偷跑 跑掉了 他非去不可 那么他去呢 以前呢 我看他们也是会去 先去研究地图 知道那个方向啊 怎么走 这个沿路当中 经过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关卡 那么节水五日啊 他最怕的就是 没水喝啊 在沙漠没水喝 平时不能行啊 那个沙漠如果太阳出来啊 那会热死人啊 又没有水 五天没有喝水 人都快虚脱了 那么窝在沙漠当中 怎么办呢 不像现在有救护车啊 没有啊 现在有手机啊 打个电话 救护车赶快开过来 那时候没有啊 那这个时候啊 求谁呢 求观音菩萨 默念观音 啊 啊 住曰 玄庄此行 专为无上道心 正法而来 菩萨 持念众生 救苦唯物 令不知我苦也 默念观音啊 那么念观音菩萨啦 求观音菩萨来帮忙啦 住就是住愿了 就是我们现在讲祷告 就给观念菩萨讲 玄庄此行 我这一次这个旅行 这个行程 专为无上道心正法而来 为了修无上道 发心 为这个弘扬正法而来的 不是为其他事情 也就是为了弘法立身 去取经 回到中国来翻译经典 来弘法立身 流通佛法 是为这个事情而来的 不是为别的事情 那菩萨慈恋众生 这个玄庄法师 当然他读过经典 观念菩萨 这个救苦救难 像普门品讲的 慈悲敏念众生 救苦为物 众生有苦难 就是菩萨花的愿 要帮助众生脱离一些苦难 您不知我苦也 菩萨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的现在的苦难呢 那么这个众生有感 菩萨有应 这个花艳 这个祷告祷告完了之后 夜半 忽有凉风畜生 冷快如木寒水 遂得木鸣 马亦能起 进发 我们先练到这一段 这个 到 他躺在沙漠睡觉 到夜半 忽然 有凉风 吹来 吹到这身体 凉风吹来了 冷快如木寒水 就是好像有清凉的水 像淋浴 淋浴 这样 灌在身体上 睡得木鸣 眼睛也亮了 不然这个 咳得都眼睛张不开了 眼睛也能睁开了 亮了 那马也躺在那里 也走不动 马没有喝水 他也走不了 所以马也能够起来了 那起来呢 就赶快 在前进 在出发 那前进出发 这个马呼一路 这个马呢 忽然 他走的路 跟原来 走的不一样 跑到其他的路去 自知不得 那么要控制这个马 也控制不了 跑到另外一条路去 乃见青草树母又一池 水干澄测 夏儿就饮 生命重全 原来这匹马跑到翼路 就是另外一条路去 控制不了 但是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前面 忽然看到了 青草树 青草树 沙漠当有青草 沙漠是不会长草的 那怎么会有青草 沙漠大概只有一种植物可以长 好像是仙人长 有仙人长的地方就有水 那么又有看到一个水池 那个水池水干澄测 他赶快下马 就可以赶快喝水 五天没喝水 这样生命重全 这个身体生命 重新获得保全 祭此应非就有 乃菩萨慈悲 未知现成 那么 玄庄法师 他想这个沙漠怎么会有草 怎么会有水池 不可能的 祭此就是 他估计 不应该 这个原来就有这个 应该啊 他祷告菩萨 念观念菩萨 菩萨慈悲啊 为他来实现 那这个事情啊 菩萨不一定 献人 在地藏经啊 这个观音经啊 都有讲 佛菩萨呢 每一尊佛菩萨都能 实现 动物植物矿物 那可以献水啦 献草药啦 这个 帮助众生 他能实现 这个经文 有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不怀疑啦 那现在这个险道就更多啦 现在呢 坐船坐飞机啊 我们要多念观音菩萨 升号 你不会持大悲咒啊 念观音 这个观自在乡就念 欠了再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 这个比较简单啦 越急难啊 越紧急啊 就越简单越好 选到啊 现在就更多了 虽然现在交通方便 但是交通方便啊 也有他 以前没有的危险 比如说现在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我感觉也是险道 大家坐得好像麻麻壁壁的 不感觉恐怖 我坐得都觉得蛮恐怖的 我说这样 车这样这么高速在开 那就是这么靠近 怎么超车 每次要超车啊 我就啊 观世音菩萨 保佑啊 你那一步不要 一下子都要弄过 那一定我们就准时啦 所以想到恐怖啊 就赶快念观音 所以要一路要念 你比如说高速公路很平啊 告诉公路你看车货多少 那以前啊 那个车怎么撞啊 也不会像现在那么厉害 现在这个车撞的厉害 都浑身脆骨的 车匪人亡的 危险不危险 很危险啊 现在骑机车也是很危险 林师他妈妈最近也是 撞到狗啊 受了伤也蛮厉害的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 骑机车我也曾经撞到狗 所以那个摔下去的情况 我可以体会 显到我们四项上的这些 显到 陆海空 如果再引申出去 那就很多了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 离热脑部 这个热脑啊 大家常常参加三十七念法会 有没有念到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佛萨 我们念心经 之前都有念这三称嘛 念大悲咒啊 撒净之前也有念这三称 念这个赞 阳之净水赞 热脑就是烦恼啦 人有烦恼啊 形容啊 好像那个火烧得很热 我们在夏天很热 热得受不了 脑就是烦恼 让你身心感到烦躁 不安 烦恼一起来也是非常恐怖的 受这个热脑的折磨 所以我们唱战啊 唱南无清凉地菩萨摩佛萨 要知道啊 要知道啊 远离热脑 我们就得到清凉 没有烦恼 如果我们有烦恼 你怎么会清凉 不会清凉 那烦恼不是在外面 就在自己心里面 这个佛经上讲啊 一切法从心享生 外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 我们自己的心 有好有不好 是我们的心在分别执着 所以同样看一桩事物 看一个人 有的人看了喜欢 有的看了生烦恼 那个人还不是一样那个人 那个事还不是一样那个事 为什么不同的人看 他不同的感受 是外面那个问题吗 不是 是自己个人啊 内心的问题 所以你要调整啊 要从自己内心去调整 不要去调外面的 因为是你内心的问题 不是外面的问题 这个讲了就很多了 我们时间的关系啊 也不能细讲 实在讲啊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 听经讲经啊 要得到利益啊 细讲 利益比较大 现在人没时间 要古时候啊 农业社会有时间 长时间的细讲 比较能够了解深入 要离热闹 也要念观音菩萨 所以你烦恼起来了 赶快念观音 以前我都是这样修的 以前我在图书馆 经过多少的 也算大风大浪吧 那怎么办呢 遇到问题 自己要去处理啊 所谓师父领进门啊 修行是在个人啊 遇到种种的问题 不能解决啦 遇到种种的问题 我们总要回归到佛教经典 佛教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 那这个经就告诉我们 你要念观音 求观音菩萨加持 加持啊 你业障消啦 减轻啦 智慧增长啦 你就想通啦 原来一桩事情很烦恼很烦恼 放在心里放不下 这样念念念菩萨念念 突然开窍啦 放下啦 放下啦 你就清凉啦 不能像我们台语讲的 言识啊 气死缘无凶 气死的去怨伤喔 没有伤 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气死的 所以要念观音 调整心态 这样才能离乐脑部 你迷惑不 这个也很恐怖 我没有迷惑啊 恐怖就在这个地方 自己迷惑颠倒 自己认为我没有迷惑 那这个是真恐怖 如果知道了那就不恐怖 他不知道那才恐怖 他自己迷惑颠倒 他自己以为没有迷惑颠倒 到灵命中啊 迷惑颠倒 那很明显啦 灵命中迷惑颠倒 不是说灵命中突然迷惑颠倒 平常没有迷惑颠倒 不是这样的啊 是你平常 你现在就迷惑颠倒 你现在自己看不出来 到灵命中啊 很明显看出来 是这样的 你平常没有迷惑颠倒 灵命中肯定不会迷惑颠倒 你看啊 弥陀经讲啊 心不颠倒 我们要离迷惑颠倒 就要念到一心 一心不乱 或者功夫成片 那你就不迷惑啦 这个烦恼能压得住啊 这个烦恼能压得住啊 你就不迷啦 这个 霍就是 霍业苦 迷惑造业受苦 所以为什么要跟老师学佛 老师指点迷经嘛 指点迷经啊 跟佛菩萨一次 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迷经 我们凡乎啊 迷惑颠倒 我们要承认啊 不要认我没有迷惑啊 我都 一点都不迷惑 其实都迷得很厉害了 他自己不知道 这样才恐怖 如果知道自己迷惑颠倒 那还要救 自己迷惑颠倒啊 自己不知道啊 那就没救 你束缚不 你束缚不 这个束缚就是不自由了 现在人啊 提倡啊 民主自由 这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份报纸叫自由时报 真的自由吗 什么才叫自由 离戏服才能叫自由 你没有离戏服你谈什么自由呢 那什么给我们戏服呢 烦恼啊 贪嗔痴啊 这个戏服我们啊 那你有没有贪嗔痴 如果有你谈不到自由 你被烦恼给你控制住 你被烦恼给你控制住 这个李老李师公啊 讲这个十个刑警跟随在后 那个十种负业 一天到晚跟着我们 我们哪有自由 我们被这个烦恼序抚住了 自己不知道 我们被烦恼序抚 被家庭序抚 被世间的明文立养 五亿六成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造业 放不下 争名夺利 这些东西都是欺负我们的 我们没有自由 这个要搞清楚 真正得到自由 你不学佛 你得不到 讲自由是一个口号 只有象征意义 没有实质意义 像我在大陆 大陆很流行 解放 解放南路 那个也是佛教名词的 解是什么呢 解脱啊 我就问大陆同学 你解脱了吗 一天到晚生烦恼 一天到晚 儿子不听话 你会不会挂碍啊 那你有得到解脱吗 解脱就自在啦 就不用烦恼啦 清凉自在那才 叫解脱嘛 叫解脱嘛 这个戏符就是 离戏符就得到解脱了 好像人被绑起来了 不自由啦 那现在给你 解开啦 你离开这个戏符啦 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 别放出来啦 这个 你要得到解脱 要放下呀 解放嘛 他这个名词是 佛教名词 佛教就讲解脱 讲放下嘛 你放不下你怎么得到解脱 跟我们台湾讲自由一样 你讲自由 你有烦恼 你哪有自由 你一天到晚被你自己 心里的烦恼 束缚着 不得自在 你哪里有自由 你对这个世间的明文立昂 五一六成放不下 哪里会有自由 经常挂肚的事情一大堆 一天到晚真名夺利 不学佛就得不到自由 也得不到解化 这是真话 这是真话 你杀害部 有人要杀害我们 那会不会恐怖啊 当然恐怖啊 我昨天看报纸啊这个 美国警察又打死一个 黑人小孩 那黑人小孩是拿玩具枪 朝着人啊好像要比这要开枪一样 那是玩具枪不是真的 那人家去看了很害怕 去报警 警察来了 看到他拿那个枪 以为他是拿了真枪啊 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结果呢 这看了原来是假的 恐怖啊 最近 这个 台北这个 捷印站 好像今年的事情 也发生这个 有人拿刀啊 在捷印站乱杀人 好像杀死四个人 有二十几个受伤了 在昆明火车站也是 被杀死 二十几个 就是拿刀来啊 乱砍乱杀 然后在美国呢 那个 枪击案最多 因为美国枪很多 你可以自由买卖 常常听到校园 这种 枪杀案 乱杀人 现在我听说这个 大家去做捷印都要准备一把遗伞 是吧 你们去做有没有准备一把遗伞 我看最好去准备一把那个 双捷棍 李小龙 演电影那个 现在做捷印啦 你看啦 为什么现在 大家做捷印现在也都怕怕的啦 怕什么呢 怕被人杀害啊 那个不晓得 怎么说又突然跑这个人要 拿着刀要杀我们 拿着枪要打我们 那我们当然 现在做捷印的人好像都有这心理上的压力 那压力这个 你这个 这种心理这个压力啊 你就无法解除 怎么办呢 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就解脱了 所以这个经文啊应该 用标签贴在那个 公共场所这些车站 贴上去 礼意杀害部 请常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大家心会比较安 不过那个结印站不知道要不要让人贴 贴了又被 说是迷信 那你不迷信你就准备遗伞吧 下面讲 离王官部 王是国王 官是 官员 这个 这个管理国家的领导 这个领导啊 那层级就很多 有中央有地方 一层一层的 属于领导阶级 都叫王官 一个国家呢 在我们收博世界呢 都有国王有官员 来管理 管理一个国家 国家没有管理那就乱 乱了人民生活就非常 惨非常痛苦 那这样讲起来这个王官 是 保护我们人民的啊 让我们人民远离这些 恐怖啊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王官还会害怕呢 我们看到王官还会害怕呢 如果遇到那个 分军 那个不好的 领导人 那个不好的官员 他干什么 干的都是 伤害人民的事情 那恐怖不恐怖啊 那太恐怖了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不能国王跟做官的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是要保护我们的啊 如果这个做国王的做官的都是不善 不明因果 不了解伦理道德 这样的人来领导 你想想看我们国家会变成怎么样 你想 你想到这一点 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严重 以前专制 失败 大家在卖 封建专制不好 不好现在民主啊 那民主有没有人骂呢 骂得更惨 那不是民主比较好吗 那怎么要骂呢 应该都不用骂 应该要大大赞叹 关键啊 不在制度 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 不管什么制度 只要好人去当 去做 那个不好的制度 他都会变成好的 如果那个不好的人去做 再好的制度 也会被他破坏 关键在人啦 不在制度 制度是附带的 制度你定的再好 你能不去 依教奉行 去执行 那有什么用呢 那形同俱文嘛 那没有 没有用 关键在人 好人怎么出来呢 好人是教出来的 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嘛 现在广东结样那个卸总 看光碟给我们 很大的信心 真的呢 人是教出来 因为他为什么会做错事呢 他不明理啊 没人教他 他不知道啊 像卸总他自己也是这样 以前造那么多恶业 他自己也觉得 自己没错啊 他就是因为 觉得没错 他才会去造 他觉得有错 他就不会了 所以我们 现在呢 选举快到了 后天要选举 选举 骂来骂去的 现在的人喔 听骗不听劝 你说 那些选举的人在骂来骂去 对我们人民有帮助吗 你说骂这个党不好 他做的不好 你做的比他好 你只是说他做的不好 你举出他不好的地方 去攻击他这里 那你有没有举出 那你来做 这个你怎么解决 你怎么做的会比他好 这个都没讲 那对我们人民来讲啊 这毫无营养啊 毫无意义嘛 你们只是在骂 骂的目的呢 就是 给他抹黑 人家就不投他的票 我就当选啦 是这样啦 那这种制度你说好不好 我们现在看来看去 老婆上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专制 房地好 我现在也感觉 还是房地好一点 为什么那房地 他为了要保持他的赠钱 他自己不得不认真做 不然他赠钱就会被取代 那房地呢 他做的就是终身职的 他会干到死 像雍正就干到死 他现在四年了 刚刚八年 八年我就退下来啊 我的计划只有八年 八年后就不管我的事了 那有烂摊子丢给下一个 下一个再丢给下一个 专制民主 都各有优缺点 关键还是在人 但是这个制度啊 民主的制度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你做不了什么事情 现在很多事情啊 在我们台湾这个民主社会 政府无法去做 他那个制度啊太麻烦了 那个绕一圈啊 两年还不晓得能不能批准 像这个这个 救济啊 还是民间做得比政府快 因为政府要一关一关的报 报到那边的人都死光了 他不懂得啊 轻重反击 有时候你要先斩后奏 那不懂啊 挨挨板板 报啊 他为什么报呢 这自私嘛 他不是舍己为人嘛 报了我这个官位才保得住啊 不然我就 被 解聘了 被撤职了 不懂得 这是不是自私的心理 自私啊 自私自利啊 先保护自己再说 他死光了不干我的事 如果你是 好心的人啊 我先救你们 我被辞职没关系 就好关 这个如果遇到啊 我们人民遇到这样的啊 你要 去赞叹他 嘉奖他 上面的要提拔他 他是真的为公 他没有为私人 私人的利益 现在这个选举啊 我看来也蛮恐怖的 乱骂了 这真的很恐怖 不选举我们都没有恐怖 一选举就恐怖 事情一大堆 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给我们选啊 讲选举啊 他说哎呀 我们就选个有福报的啊 我们现在不要去讲什么才能啦 现在看看 那个相边贴出来哪一个那个 要学点看相的 那个福相比较好 他说那个人有福报 我们选他来做领导啊 他有福啊 我们人民会沾他的光 啊如果你选那个 很会讲话的 他一点福报都没有 他上去啦 我们台语说 带水流啊 就 摔啦 你就倒霉啦 所以我现在选举 不听那个会讲 你会讲我也会讲 他们 不跟我 交流啊 如果要跟我交流啊 如果要跟我交流啊 我我可以 教他你怎么来 做这个 政治的事情 依照佛经嘛 依照我们祖宗的这个 经典嘛 所以我们现在也只好这样啊 看看那个福相比较大 那福报大一点啊 那我们大家都沾光嘛 那我们大家都沾光嘛 这有什么不好啊 反正我们 脱他的福嘛 所以 老上给我们指数一点 不管他哪一个党哪一个派 看哪一个福报比较大 啊 有没有党哪一个党 那个福报比较大 我们选选他呢 我们大家都沾光啦 对我们都有好处 如果没有福报的 他这事情非常多 弄来弄去呢 谁买单呢 我们人民去买单呢 不是他买单 你要搞清楚 这个恐怖不恐怖啊 很恐怖啊 他们搞不好 我们是买单 今天那个桃园刘宇言发一个 他常常发一些 资信给我 他说美国总统啊 说什么 发誓的时候 不是说考试的时候 要考公民啊 说这个 要 遵守法 法律 人民要遵守法律 他说错啦 是政府要遵守法律 这个讲的也不如道理啊 你政府不遵守法律 要叫人民遵守法律 所以离王冠部 那后天选举啊 大家 求观念菩萨 不要感情用事 看哪一个有福报 不要听人家讲一些原理啦 一些坏话 不要听那个 这个我们人民也要讲现实一点 哪个对我有好处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选他咯 下面讲 你贫穷步 贫穷 也是很恐怖的 大陆以前 文革啊 我去大陆啊 听大陆同修讲 吴唐法师啊 以前我们穷怕啦 穷怕啦 这就贫穷步啊 后来这个 这个 邓小平 改革开放啊 现在大陆有钱啦 现在已经离贫穷步啦 现在很有钱啦 现在很有钱啦 现在比我们有钱啦 以前我们 这个刚开放的时候 我们去大陆啊 哇 带一些钱 带一些美金 我们都拍胸脯 现在我们 我们怎么带都 无法跟他们相比 现在我们其实都不敢讲啦 贫穷啊 是果报 要多布施 你就离贫穷步啦 求观念菩萨加持 这个贫穷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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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讲这个 这个 国际上的贸易 经济往来 特别我们台湾是海岛 都要靠 这个海外 来做生意 我们才有市场 光我们台湾呢 市场很少 很小 如果我们 台湾锁起来啦 用台语讲的 大家 靠大 靠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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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带要 拉紧一点 我那天看报纸啊 我那天看报纸啊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 不理性的 不理性的那种做法 就是 为反对而反对 他也不问说那个法案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懂 他就是要反对 那你懂那个法案内容吗 我们又不是做那个生意的 实在讲我们是不懂 这个不懂啊 我们就提 就不能说 去反对啦 你要找那个专业的人 他们明白的人 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 他们 去 接受或者反对 那比较理性 比如那个 我都不懂 不懂我也反对 反对的是对还是不对 都不知道 然后 那个叫为反对而反对 反正你做的我就是要反对 不管好不好 因为不是我做的 是你做的我就要反对 是这样啦 这个叫为反对而反对 这样伤害的 伤害我们台湾人民 所以报纸讲啊现在 很多生意啊 我们不跟大陆谈 我们不跟大陆谈 一些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立场 限制了 那现在韩国啦 日本啦 越南啦 其他的国家去谈 这个 他们占便宜啦 所以将来啊 我看那个 那个报纸那些报纸也 也不无可能啦 看看我们现在怎么去做 问题去调整 现在说大学生出来呢 1.8K 1万8 起跳 就是 上班啦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搞下去啊 可能 要降到 1.5 1万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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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5 3.5 这个我们 就是属于这一条 贫穷部 对我们台湾经济有没有帮助 还是有伤害 如果 大家反对 为反对而反对 但是 贫穷来了又不能接受 又要骂 那你这个问题 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现在我们遇到这个也没办法啦 我们现在只有念观念菩萨 求观念菩萨加持这些人啊 赶快 头脑清醒一点 赶快破平开悟 就能远离 贫穷部 第1 不佛部 不佛部就是 不想再活下去啦 现在很多人啊 这个 他就不想佛下去啦 他就自杀啦 他生活活不下去啦 他生活活不下去啦 他不想再活下去啦 现在连小学生都有自杀的 以前自杀的 有没有那么多 现在很多 特别日本是 全世界最多的 我每次到日本 那个叶聪明菩萨给我讲 遇到法师啊 我那天坐电车又 碰到一个跳电车的 他就在电车上给他念网声众 日本呢 跳去给那个电车撞的 用这种方式自杀的很多 还有叶就是带我去那个 一个森林 那个是走进去森林不出来 在那边 自杀的 这个自杀现在全世界非常多 这个叫不佛 他佛不下去啦 他觉得 佛的很恐怖 佛的比死还恐怖 所以他才去自杀 但是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业障 业力 果报 不是你说自杀问题就解决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要念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就可以远离 不佛部 这种恐怖 要念观世音菩萨 下面讲离 恶明不 恶明啊 我们人都是爱名声的 如果有人给我们诽谤 污蔽 现在呢 特别是选举的时候 抹黑 现在叫抹黑 那就 把你这个 丑事啊给你 挖出来 让社会大众啊都知道 甚至登在报纸 登在杂志 让他这个恶明啊 远扬 让大家都知道 还有新闻记者啊 去露营啊 去报导 所以俗话讲啊 好事不出门啊 恶事传千里啊 现在特别是这个 不好的事情啊 报纸报得特别 多 特别大 都是 一大板 我们要去登 一个小块块都要很多钱 都不跟我们登 我们登好的 不登 那个不好的 不要钱 登那么大 唯恐天下不乱 那么人遭到这样 一个恶明啊 的加害啊 当然也会恐怖啊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也要念 那么观心菩萨 求观念菩萨加持啊 那就可以远离这个恶明的 部位 离死部 讲到死啊 大家都 很害怕 不想死 但又不能不死 怎么办 印光大师啊 教念佛的人啊 还要把一个死字 贴在这个额头上 他这个字好的很 他可能就要写一个死 写一个生 我们书上人他也写了一个死字 这个印竹教人啊 这个印竹教人啊 常常想这个字 想到我就快要死了 还有什么好打放想的 想到呢 我今天就要死了 那我想那么多都是 没有意义的嘛 那死要去哪里呢 死了以后要生啊 你要生到哪里呢 那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要赶快念佛啊 求生西方啊 那都要死啦 我们 到极乐世界去得一个无量寿就不会死啦 可要究竟远离死部啊 我们自己修行你要断烦恼 破无名 这样就能离死部 如果你们不能断烦恼破无名 你这个死还是生生世世要受 生死 轮回 离开不了 那我们现在遇到净毒法门啊 离于死部 那这是真的可以做到 不用断烦恼 你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可以 待业往生 信念念佛 求生净土 居足这个三支粮啊 可以待业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虽然烦恼没断 我们去到那边也是无量寿 无量寿就没有死了 永远不会死亡啊 在这个六道里面啊 常常要生 常常要死 没完没了 到极乐世界就不会再死了 遇到净土 这个死部 的确永远 摆脱了 离朱并步 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啊 听说张辉啊 有一天他在 孔明的面前说他 天不怕 地不怕 他什么都不怕 张辉这个 很强壮的 武将 不怕 那个诸葛亮啊 在手掌先写一个字 那给他看 这个字你怕不怕 常会看到那个字啊 喔 这个是我最怕的 其他我都不怕 这个最怕的 那个字就是病 你怕不怕 那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生病啊 感觉好像 也不怕啊 但是如果你去医院啊 去看看啊 你会感觉的 我生病也蛮恐怖的 我都感觉到很恐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恐怖 还是看了麻麻痺痺的 反正跟我没关系 我去看病人啊 我就会想到 我自己如果像他这样啊 那怎么办啊 我会这样想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 啊 还是说 那是他 我可能不会像他这样吧 那你看啊 你看那个那个 病学我是看怕了 自己常常生病 看别人生病也看怕了 看多了 受这个病痛折磨啊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报告的 细子这个 监了这个房子的 法师他就是受不了 病苦的折磨自杀 病苦的折磨自杀 还有这个在医院啊 插管子 那个 你旁边的人 你体会不到 但是 我可以去感受到 你那个鼻子跟弄一个管子进去 手跟他绑起来 他 痛苦要说 换个身 他 动弹不得 所以很多病人你看啊 他那个管子 他一直手要去把他拔掉 你看到这个 恐怖不恐怖 如果有一天我们是这样 你觉得怎么样 很恐怖啊 恐怖怎么办啊 恐怖也解决不了啊 到时候生病人家就给你送到那边 这边啊 要赶快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 念拿摩阿弥陀佛 就可以远离这些啦 像海弦老婆上这样 念佛 一大早 一大早往生人家都不会吵 人家发现他已经再见了 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挖地 这个是最自在的 他不怕做 所以怕做的人啊 没福报 将来生病就会躺在床上 以前我妈妈给我讲啊 还有我祖父讲 宁愿做死不要病死 这个是 很有道理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这段 下面还有几个步啊 也要跟大家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明天 因为社团开会 所以明天晚上我们暂停 后天礼拜六 晚上我们再 接着 讲 还有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因为礼拜天晚上啊 我到宜蘭那个念佛堂啊 去做一场法会 很久没去 所以我们明天 停一次 礼拜天晚上停一次 礼拜六 下礼拜一礼拜二 那十二月三号 我们要听那个 光碟 四号要做法会 五号要接待客人 所以 我们礼拜六 同一个时间 再来学习 祝大家福费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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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喻 参差